新劇《大埔走》拍攝得如火如荼 這日他們去到西貢市拍攝 陳山聰、姚子玲和胡伯胡樂妍 劇中的山博關係好像有點大突破 山聰還突然發生主持幫忙問問題 子玲、胡伯,你們好 山聰,你好嗎 今天你們在西貢拍甚麼 我們是來拍戲的 我知道你拍戲,那是《大埔走》吧 對,你說的 作為主持,要繼續見我們 如果回答的不太多的時候 你要繼續問我們 我現在正在問你們兩個的氣氛 最主要是說甚麼呢 拍戲吧 其實我們今天拍這個場合 就是說我是擔心他,我去找他 但剛好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起的 其實你本身是在這個人身上的 就是這樣 就是三個關係 對,少少三個關係 對,拍戲吧 對,我很難得對著胡伯是不笑的 在演戲的時候,我也很投入 這次是嗎 你想我說甚麼 你說… 就是來拍戲 喂,電彎主,我問一下 為甚麼你又會穿成這樣 因為我趕到家裡出來 要在警方社裡做冷氣 就是我們的跑會 所以就穿成這樣 本來穿拖鞋 後來導演說 不如你穿上鞋子吧 這樣 是,我問你了 主持這些,可能我比你熟悉 為甚麼陳山聰 你今天穿成這樣 來到西貢,要不要跑步 趙智玲,為甚麼你瘦了那麼多 我又是問這個問題 今天不用跑步 今天比較輕鬆 今天我們待會要去摔石仔 回家 回家 不是,是摔木 是,是製花的 是 紫玲拍了這部劇之後 日漸銷售 日前就引起記者朋友的關注 最問山聰拍檔是否受情傷 一天山聰就踢爆 紫玲並不是因為兒女私情變瘦 而是因為這個原因 問了我 對,我那天上電台做訪問 誰問你 大圍記者 問了我為甚麼 姚紫玲是否究竟是甚麼 然後我就說 我說其實克里斯溫娜和《胡雪八道》 裡面最堅強的人是你 所以你應該是不會給任何情的困擾 你只不過 經常只顧著吃零食 就不吃正餐 所以搞成這樣 因為其實這部劇的時間都很長 我都外景貼廠 有時很累 人就想隨便找些東西在那裡吃 好像補充能量 我生氣的事就多些 起碼他最有時間出家吃飯 你是女主角 你是男主角 不是,我明白的 因為他要搞結 所以OK了 我頂上去 行了 做兄弟這些事 今生母來世 家住西貢的古伯 因利成變 客工夠了方便 不過之前說 歡迎大家齊齊去休息吃東西的承諾 就未出現過 這日他就解釋為甚麼了 是沒有 因為大家真的很忙 但是我真的有幾次 我自己又特地來 我知道陳先生在這裡拍攝 特地買 我真的拿了汽水來 你叫胡太太做些東西給我們吃 不要了 他沒有空 很麻煩 他要照顧三件 對,不要騷擾他 可以了 阿伯拿了Cash出來就可以了 OK的 他沒有東西多 Cash最多 Cash在你那裡問你借 沒有借 我們這部劇 每次胡太太在 我們就不會跟他欠付錢 如果胡太太說萬歲 我就收回錢 很貴死錢 然後就說 胡太太請就好 好